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餐见解 产业转移究竟是回到国内,还是到东南亚及印度 这个问题是一个经典的,很容易引起讨论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答案是都会 也就是既会转移到飞行海地区,又会转移到越南和印度 但是目前是重点不同 至少从目前看,国内以手机制造为中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 主要是三星为核心的外企 把很大的电子产品制造产能转移到了越南 2019年10月,三星通过关闭惠州三星工厂 彻底停止了在中国的手机工厂运行 把工厂产能都转移到了印度和越南 但是其他大品牌,包括苹果,华为,小米,OPPO, Vivo 目前都还没有在越南生产手机 另外就是阿迪,耐克等服装鞋子外企品牌 也把大部分制造产能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 给耐克,阿迪,星百伦等公司代工鞋子的台湾宝城工业旗下的预原鞋厂 2011年,鞋业生产线的数量,中国大陆还约占到了47.4% 而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中国大陆13%,越南44% 简单地说,转移到了越南,主要还是外企在搞 另外就是国产品牌为了抢占印度市场,而把制造工厂放在了印度 小米,OPPO, Vivo,这些国内巨头品牌都在印度生产手机 2018年7月,三星也在印度建立了其全球最大的工厂 产能达到1.2亿台 苹果现在也在印度生产iPhone手机了 但以上的品牌在印度生产,主要是供印度本土市场使用 不然会被征收高关税 这个是印度利用其庞大的本土市场来进行博弈的结果 而国内的产业转移目前是什么状况呢 在产业转移方面,四川,重庆,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份 都从沿海拿到了一些产业转移的蛋糕 这里说一个争取沿海产业转移非常积极 而且目前做的比较成功的中型城市 四川省宜宾市 尽管它目前人均GDP还没有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但发展迅速 为什么说宜宾市中型城市 其实按照我国大城市划分 城区人口超百万就是大城市 宜宾市七埔人口为459万人 城区人口超百万已经是大城市了 但本文还是按照中型城市来处理 该市2020年GDP总量高达2802.1亿元 增长4.6% 历史性的闯进全国经济百强 而在2020年全国GDP百强城市中 该市的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达全国第五位 而在四川各个地市州的排名中 宜宾市2018年经济增速9.2% 仅次于旅游农业为主的甘孜州排四川第二名 而2019年8.8%和2020年4.6%的经济增速 都是四川所有地市第一名 按照经济总量 宜宾也在2019年加上经济普查因素 超过德阳市 位居四川第三位 打破了四川长期的成都绵阳 德阳的局面 而宜宾市2020年GDP仅比绵羊市少200亿左右 绵羊长期的第二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不过该市只是发展较快 但还并不是富裕 2020年GDP按照七普人口 459万人计算的话 人均约为6.1万元人民币 换成美元为人均8849美元 还没有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这也反映出四川省内成都发展水平一枝独秀的局面 2020年七普成都不仅人口过2000万 而且人均GDP还超过1.2万美元 但不管怎样 宜宾市至少是一个发展迅速的落后地区 那宜宾为什么能迅速发展起来 它又有哪些产业呢 宽为人知的是宜宾市有个五粮业 带动了当地白酒制造业的发展 但是光有白酒是不够的 宜宾在长江边上水利资源丰富 当地充分开发和利用水电并且外送 每年发电量超过300亿度 其中73.5%是水电 该市用电量每年100多亿度 其余均外送赚钱 另外该市也是水泥生产大户 2020年水泥产量1277.65万吨 这可以搭上房地产发展的车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引进新产业 该市2017年开始 从沿海地区 尤其是广东引进了朵维 领哥 康家等手机制造商 这些手机品牌虽然在国内很少钱 但是在东南亚等国外市场有大量出货 宜宾市在2017年5月生产的第一部手机 是金奥逊公司为东南亚运营商定制的手机 而到2020年宜宾市手机产量高达 6,982.96万部 比上年增长了24.4% 宜宾市引来的另外两个重量级品牌 是中信和吉米 中信2017年投资在当地建造了无线基站 路由起交换机等网络设备制造工厂 而国内目前最大的投影仪品牌 吉米科吉 在其旗下最大的制造工厂就在宜宾市 我卧室的投影仪就是吉米的 不知道是不是宜宾生产 而宜宾市并不满足以以上 从2019年开始 宜宾市陆续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厂家 宁德时代签署1-6级制造基地 2021年2月2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议案 你在四川省宜宾宾市 宁岗经济技术开发区 投资建设动力电池宜宾制造基地 5-67项目 项目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 2021年6月 宁德时代动力电池1期项目 首先投产运行 这些项目陆续投产后 宜宾市将会新增大量就业岗位 像宁德时代的一个工程师 年薪十几万 二十万是很正常的 这在宜宾地区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在产业发展之外 宜宾市为培养人才还大量引进大学 建立大学城 该市原本只有宜宾学院 和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两所大专院校 但是这几年 陆续引进了国内985高校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宜宾封院 四川省宜宾校区 其他还有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等高校 在近几年经济大发展情况下 不少人回流在本地就业 不再到沿海打工 宜宾也扭转了人口下滑的局面 2021年六浦 宜宾市由于人口外流 常住人口为447.2万人 而到2020年七浦人口数据 人口比2021年反而上升到了458.9万人 上升了11.7万人 宜宾市大发展的原因 可以找出很多客观因素 比如宁德时代在这里设厂 是因为成都和重庆就有汽车工厂 再比如深圳是该市电子产业 引入的最重点城市 而该市到深圳直飞航班就两小时 比北方城市更紧 同时当地有海关交通也比较便利 铁路水路公路齐全 距离成都和重庆两个大城市并不远等等 但是主要还是和人分不开的 上宜宾市的一把手 以前就是四川省 招商引资局局长 四川省投资促进局党组局长 还曾兼任四川省重大引进项目 切条推荐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 有时候就是这么几个核心人物 就能极大的改变一个企业来自一个地区的面貌 产业转移是在同时发生的 既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国外 也有一部分从沿海转移到了内陆地区 其实类似宜宾市这样的例子还非常多 合肥市这个经济明星就不用说了 北京的小米和深圳的麦瑞都在武汉建立基地 深圳的富士康 2010年开始大举搬迁到了郑州 深圳比亚迪在重庆建立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上海的宝钢在广东湛江建立钢铁基地等等 这些例子也说明 不只是内陆的大城市 才有机会获得先进产业转移 中小城市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动能性 也是可以有很大的作为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让我们从中国制造一种 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